大家好,我是Zane 奥格尔索普县是美国乔治亚州北部的一个县 面积一千多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有一万两千人左右 当地的监狱关押着一名女囚犯 她有两个非常著名的身份 奥格尔索普县历史上第一名女性警长 还有就是残杀男友被判众生监禁的杀人凶手 当地人提起她时 很难在她就是凶手 或她只是替罪羊之间得到统一 而这名女囚犯在坐牢的二十多年内 一直没有放弃为自己申冤 在她眼里 自己是历史上第一位女性警长的身份 可能就是她被认定为杀人犯的原因之一 现年55岁的特雷西出生在奥格尔索普县 她在这里生活长大 高中毕业后加入美国陆军 退役之后特雷西回到家乡 入职当地警察局成为一名普通警员 随后的十数年 特雷西工作努力 也参与过多起案件的侦破 因此当时才35岁的特雷西 被破格提拔为县城警察局历史上 第一位女性副警长 并在奥格尔索普县引起不小的轰动 然而成为女警长之后 特雷西却很快发现警队环境对女性并不友好 她发现很多女警员在做着同样危险工作的情况下 却比警队男警员的报酬要少很多 于是她开始主张提高女警员的待遇 以减少不同性别之间的差距 可是随之而来的是全体男警员 甚至包括警长在内 有意无意地将特雷西孤立起来 除了在工作上给她制造各种麻烦外 更严重的是 办公室内开始出现一些骚扰她的谈话 趁她没成为警员前 曾是妥卑无娘 关系混乱等 当时特雷西的同居男友 38岁的健身教练员 道格 听到这些后很生气 愤怒的道格 鼓动特雷西将一部迷你录音机 偷偷放到警长的办公室内 这样就可以把警长和其他警员 骚扰她的对话录下来 并一次投诉他们 没想到的是 等拿到录音证据后 道格却对特雷西说 这是一个巨大的惊况 然后极力劝说特雷西干脆辞职 然后将警队告上法庭 警队一定会和他们庭外和解 并赔偿他们一大笔钱的 然而事情却没有像 道格想象的那样发生 官司很快结束 警队也没有人受到惩罚 更没有像金矿一样的赔偿 有的只是特雷西的离职 同时和以前的上司同僚 结下过节 而且事情远没有就此结束 2000年6月19日 一个农场主在自家农场的空地上 发现一个被丢弃在那的魏马草 里面传来正正难闻的气味 农场主好奇地打开魏马草的盖子 赫然发现里面是一具被水泥包起来的男性尸体 农场主立刻报了警 警员到场后砸开水泥块 很快确认了死者的身份 就是健身教练员 也就是几个月前刚离职副警长特雷西的男友 在事件过程中 警方发现尸体曾被包裹在数种不同的材料内 死前被开枪射击数次 致命伤是击中头部的一枪 枪伤都是从近距离开枪造成的 因此判断凶手可能是道格身边某个熟人 探员们开始走访调查道格身边的朋友和邻居 然而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都提到了特雷西 特雷西和道格出此相识是在健身房内 两人随后约会了一年多并开始同居 特雷西的母亲对警方表示 两人的感情非常好 特雷西非常爱道格 但是探员们通过走访却听到了一些非常不一样的故事 身边的人表示他们两人之间经常会爆发 激烈又暴力的攻击行为 经常喊着要杀死对方 甚至曾经在争执时互相拿枪指的对方 探员们得知 在案发前不久 他们才刚发生了一场争吵 当时道格对特雷西大喊要他滚出家里 很可能就是在那时 特雷西一怒之下开枪射杀了道格 对于警方这样的猜测 特雷西坚决否认 陈娜和道格只有像其他情侣那样斗嘴 从来没有发生过肢体争执 更不可能拿枪指的对方 当时吵架时被男友要求离开后 自己便头也没回地离开了 直到几天后 邻居发现道格家养的小鸟焦躁不安 意识到可能是许久没有人喂他食物 于是邻居报了警 他才知道道格失踪了 警方一开始从失踪案开始调查 搜索一番后 道格家里并没有有用的线索 只是在他的汽车挡风玻璃上发现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他要离开几天 可能会联系不到他 直到几星期之后的6月19日 道格的尸体被发现 案件马上升级成更为严重的凶杀案 于是警方又重新开始调查 道格的一切 这一次警方找到一堆疑似证据 第一 从挡风玻璃上发现的那张纸条 经过警方鉴定 笔记和特雷西的笔记高度重合 第二 从特雷西家中搜出一把.22口径的布枪和布枪弹药 虽然警方没有足够的技术 能确认这支布枪就是凶器 但巧合的是 道格的伤口正是被口径型号一样的布枪所伤 第三 出动行政专家再次搜查道格的家时 在客厅的部分家具表面发现一些血迹 警方推测 凶手非常彻底地清洗了沙发等 但有些物品被血迹侵入 很难清理干净 第四 专家还发现凶手试图烧毁房屋 以此销毁证据 道格家的各处角落都放了香薰蜡烛 家中也弥漫着淡淡的煤油气味 掀开地毯还能看到煤油的痕迹 第五 警方还在特雷西家里找到一张购买沐浴帘子和水泥的收据 而道格的尸体就是被沐浴帘子包裹在水泥块里的 基于这些细小的线索 警方认为特雷西很可能就是杀害道格的凶手 但是特雷西却极力否认 他反驳警方的推测时也提出了一些疑点 首先警方故意忽视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他和道格以外第三个人的DNA 调查人员在其中一个房间的门上发现了不属于他们的血迹 经检验这些血迹属于一名陌生男性 但警方没有继续调查这条线索 其次特雷西称没有凶手会将一把杀过人的凶器留在自己家里 更不用说他当了十来年警察还会犯这种错误 他表示自己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前副警长 不可能不情理杀人现场 并留下血迹这样明显的证据 除此之外 特雷西称自己购买水泥是为了在后院给自己的宠物狗造一条小跑道 但买回来没多久就被偷走了 肯定是被想要陷害他的人偷走的 他还表示 自己作为一名女性 根本没力气搬动接近500公斤 装着倒戈尸体和灌满水泥的金属威马槽 更别说运到其他农场再丢掉了 在特雷西看来 这起事件处处透露着栽赃嫁祸的痕迹 所有的证据都太过明显地指向他了 他认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参与办案的昔日同事们都曾被他告上过法庭 因此可能没有深入调查就认定他是凶手 而他自己推测 凶手很可能是一名曾经和盗格打过交道 但后来骄傲的毒贩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当地的检察官表示他也不明白 为什么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前执法人员会留下如此多的痕迹和线索 但现实就是他们掌握了近百个证据 虽然全部都是偶然的 但确实都只向特雷西一个人 对于记者问到 特雷西并不高大强壮的身体 是如何搬动近500公斤的水泥尸体和金属槽时 检察官给出这么一个推测 当时特雷西先在客厅杀害盗格 然后把尸体从沙发上推到铺在地上的沐浴帘子里 之后拖着帘子穿过屋子来到门口 他事先把金属槽搬到他的皮卡车上 然后把尸体搬上车放入槽内再灌上水泥 但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是 等到了农场怎么把这个1000斤的重物搬下来 检察官表示 特雷西很可能是用一根结实的绳子 一头绑在农场附近的树上 然后开动皮卡车让树干拉下整个重物 检察官还展示了现场一棵树的照片 树干上的树皮被磨掉了一大块 2002年 检方起诉特雷西谋杀案第一次开庭审理 陪审团因为意见不同意没有做出审判 2004年 检方发起第二轮庭审 但这一次特雷西谋杀罪名成立 被判处无期徒刑 同时因纵火罪被加判十年有期徒刑 就这样 奥格尔索普县第一位女警长被认定为杀害男友的凶手 而从头至尾参与调查这起谋杀案的探员们 都是当年被特雷西告上法庭的同一批人 其实如果当时有一只独立警察小组来调查这起案件 就可以摆脱这些流言蜚语 但很奇怪的是 这个很普通的处理方法却一直没有实现 在案发后的20年内 特雷西一直没有停止通过各种渠道为自己平反 2015年和2017年 特雷西先后两次上诉 却一再被驳回 中间数次通过媒体发声 希望此案能够重新调查 将真正的凶手抓捕归案 换他清白 而这么多年来 除了特雷西的家人以外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坚持特雷西是无辜的 那就是盗格的母亲 对于特雷西被关进监狱 她是这么对记者说的 我认为她不是凶手 甚至和凶案都没半点关系 他们的感情我很清楚 特雷西只是被冤枉的替罪羊 凶手还在逍遥法外 20年后的今天 这起案件依旧争议不断 深信特雷西是无辜的家人们 一直没有放弃为他奔走申诉 希望能平反这起案件 2019年 申请假释被拒的特雷西准备继续上诉 经历了20年牢狱生活的他始终觉得 如果当年没有起诉自己的警局和同事 今天会不会是另一个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